进入周五 中国国务院日前出台意见要求 从2016年起 三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 新建煤矿项目并开始按全年作业时间 不超过276个工作日 重新确定煤矿产能 严控超能力生产 美国商务部报告称 美国12月工厂订单指数下降2.9% 略微低于预计 受美元升值与能源价格下跌影响 过去五个月内的工厂订单指数 有四个月下降 美国劳工部周四发布报告显示 去年第四季度 美国非农生产力 以一年多以来的最快速度下降 四季度非农生产力年率下降3% 创下自2014年一季度以来的最大跌幅 另外投资者还在等待即将出炉的 美国一月非农报告 美元还在持续走软 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下滑到了1.1198 英镑对美元的比价下滑到了1.4526 美元对日元的比价上涨到了116.8500 今天会是关注的焦点是美元对英镑的比价 现在的比价维持在支撑线0.766以上 还在继续走强 长前期来看比价有望 首先上涨到0.7735以上 并且继续走强到0.7755 但是如果比价下滑 那么可能会首先走软到0.7615以下 继续滑落到0.7590 下面来关注一下贵重金属的交易 春节前夕黄金和白银的价格都是稳中有升 黄金的价格维持在支撑线1147.50美元以上 还在继续走强 长前期来看价格有望首先上涨到每盎司1160美元以上 继续走强到每盎司1166美元 但是如果价格滑落 那么可能会首先走软到每盎司1141美元以下 继续下滑到每盎司1136.60美元 白银的价格上涨到了每盎司14.91美元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土金华 欢迎继续锁定Trading Central财经辨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